大家好,我是南虎一家营业主导 今天我分享一下 我的手里的这支法国安琴20-80 F2.5 16毫米电影变焦镜头全开门覆盖M43的办法 首先把原来的色口拆掉 第二步,把8.5毫米的光圈环用电膜机缩短到6.5毫米 第三步,找师傅定制47-52毫米的转接环 方便我上M43相机 第四步,构支12-17的M52-M42调焦筒上M43相机 因为市面上大多数M43相机 它的碗口很小 所以这个16毫米电影变焦镜头 往往很难插进去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改装的原因 M43相机的法兰巨是19毫米 但是这个镜头它的法兰巨很浅 为了塞进调焦筒 就必须在它的光圈环上动手脚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镜头20焦段的画质表现 以前我买它的时候 在送下GH4视频C4K模式下才能勉强覆盖M43 但是在拍照模式下是没办法彻底覆盖M43画负的 以前这个镜头在拍照模式下 四周都有明显的按角 现在通过改装后 现在通过改装后 它的后镜组往CMOS后移 更贴近感光芯片 这样它的成像圈就会扩大 会变得更清晰 没改装之前 它的F2.5光圈在20焦段广角 会有点模糊 这次改装后 不但清晰度提高了 而且无论是拍照模式还是视频模式 3比2比例 16比9比例 都能完全覆盖M43相场 这么一改装 送下M43相机 奥林巴斯M43相机 都可以妥善使用拍摄和制作 我在之前介绍这个镜头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它是世界电影镜头色彩之王 重量只有400克 上电动卖定器很轻强 它原来的最近对焦距离是1.2米 通过改装后 我使它实现了微距拍摄 这支电影变焦镜头 在市面上非常稀有 国外已经断货 国内也就有几支 恩琴17.68 17.5.75 这两支市面上常见的电影变焦镜头 它的相差都很小 只能在BMPCC一代 这种口袋电影摄影机上 可以实现没有按角 但是要想在M43相机上全开门没有按角 也就我手里的这一支 而且是改装后的 我还有另一支 恩琴28的112F3.5 电影变焦镜头 是覆盖S35相产 也就是说覆盖半画幅 那一支也是400克 世界无品 国内国外都买不到 有价无市 您可以看到 并展现了 这就是 咱们一支 有三支 咱们一支 在书 那里 地 心 敌 在书 咱们一支